九二哥冷冷地瞧了瞧眼前的两个孩子 当然了 重点在瞧洪正 半年多不见 个子长高了不少 也壮实了一些 就是黑了 看来在老石那儿过得挺滋润的 你做什么坏事啊 怎么磨磨蹭蹭的不敢见爷啊 洪正忙摆手 没有啊嘛 我听话着呢 洪轩也说道 九伯 洪正没有淘气 他就是 就是 近乡情窃 九二哥失笑 还近乡情窃呢 就他 说着 九二哥随手那么指了一下洪正 不想洪正却立即蹦得到了门口 让九二哥愣了半天 洪正自己也尴尬地摸了摸脑袋 九二哥眨了眨眼 依稀仿佛觉得哪不对劲 可是又说不出来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瞧了瞧洪轩 脑袋清醒了 这动作是洪轩的专利啊 怎么洪正也跟着学了 看来老师还真将洪正当自己亲儿子脚了 九二哥瞪了洪正一眼说道 行了 有什么话回府再说吧 洪轩 到九伯府里吃饭 九伯给你疾风洗衬 洪轩忙一笑道 谢九伯 那侄儿就不客气了 到了府门后 九二哥才发现 自己一行人 后面紧紧地跟着一辆马车 疑惑地看着洪轩 哎 你要么 该不会是给爷准备了一车礼物吧 洪轩善善地笑了笑 哎 九伯 礼物有些杂 现行送回府了 明让我再亲自给您送过去 这马车里是个小客人 咱们进府详说吧 九二哥看了看 脸崩得紧紧的洪正 突然走到马车前掀开了帘子 张大了嘴巴 愣了片刻 又猛地放下了帘子 一把拎起了洪正的耳朵 拽着洪正就进了府门 洪轩忙跑到了马车旁边 哎 你坐里面别动啊 然后忙朝九二哥追去了 洪轩追上了九二哥 不住地说道 舅伯 你听我们慢慢解释 这不管洪正的事 九二哥没有理洪正 直到将洪正扔进了书房 才怒吼他 说到底怎么回事 洪正哭丧着脸 阿玛 可莉蒂斯非要跟来着 原来可莉蒂斯 在确定洪正即将回京后 便赶紧的跑回了马尼拉去请假 说要去北京旅游 自然没有获批准 于是小姑娘便又跑回了安居岛 说一定要亲自送送洪正 西班牙总督也没有多想 便就同意了 可莉蒂斯返回安居岛后 便天天地拉着洪正哭 硬是费了洪正好几身的一声 洪正虽然觉得可莉蒂斯老缠着他 有些让人心烦 但见他天天哭哭啼啼的 心中也有些不落人 对可莉蒂斯的态度也是友善了许多 基本上算是有求必应了 不想如此一来 可莉蒂斯更舍不得洪正走了 哭得更伤心了 三胞胎和可莉蒂斯 在互学外语的过程中 早就接下了深厚的友谊 于是三个小脑的瓜子凑到了一起 一嘀咕便出了事了 洪轩他们出发的前一天 可莉蒂斯突然的提出了第二天 不去码头送洪正 他受不了分别的场景 大伙也没有当回事 洪正晚上还跑去和可莉蒂斯 认真的到了别 不想 洪正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之后 可莉蒂斯突然从洪正船舱中的 一个小礼物箱里钻了出来 吓了洪正好大一条 一问原来是三胞胎在背后 助人为乐 三胞胎将可莉蒂斯装进了一个大烛箱里 临醒的当天才当做礼物送给了洪正 洪先不好意思的陪着孝心 说道 弟弟他们太淘气了 我就说他们怎么那天非要亲自压着那箱礼物上船呢 原来里面 三胞胎的法子其实也很笨 只是没人想得到几个孩子的胆子会那么大 所以才会着了他们的道的 就爱个无语 老实的孩子怎么个个都胆大包天呢 想了想说道 那杨热那里 洪先说道 可莉蒂斯头一天晚上告诉他随身的奴才 说他第二天要关在房里一个人独自伤心 不许有人去打扰他 丽丽们第二天晚上则是装模作样的进屋去安慰他 然后再假装劝他进些石之类的 再出来叫人别去打扰他 这样就能拖几天就拖几天吧 他给西班牙走都留了信了 叫给洪生他们了 应该不会出乱子的 九二哥心想 看来这三个家伙 至少要拖个三五天了 否则老师肯定会派兵将人逮回去 不知道真相揭晓之后 老师到底是个什么表情啊 九二哥幸灾乐祸了一会儿 便想起了自己的正事 怒视着洪正说道 你第二天就知道了 怎么不叫人返航啊 洪璇心里翻了个白眼 心想 他要是叫人返航了 这欲怕回来见爹娘吗 但嘴里却帮着远当 克里蒂斯哭得太伤心了 说要送他回去 他就跳大海 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洪正在一旁补充道 后来他说洪生他们教他的 九二哥眯着眼睛 也没有拍桌子 阴沉沉地说道 你是不是也瞒了洪轩呢 洪正打了个寒碜 瞅了眼洪轩 洪轩张了张嘴巴 小声地说道 也没瞒我 九二哥哼了一声 没瞒你 没瞒你洪正那么心虚干嘛 是三胞胎送上船的 以死相逼的也是三胞胎教的 洪正有什么好心虚的呀 而且如果洪轩知道了 没有赶紧给老师送信 那洪正也可以推掉主要的责任 至于不敢回家吗 九二哥四季次 狠狠地瞪了洪正一眼 老师的三胞胎才几岁呀 字都认不全呢 就那气定神贤的将人偷偷地送上船 洪正都在上书房混了好几年了 怎么撒个谎都玩不来淡定呢 九二哥觉得很失败 闭着眼睛独自郁闷着 九二哥府里住进了一个洋人的小姑娘的消息 当天晚上就传开了 不过大伙都以为人是洪轩带来的 毕竟洪轩有前科啊 只是老师府里没几个大人 九二哥这个当酒博的便勉为其难的 负责招待了 因此大伙都翘首以待的 等着明日宫里的反应 慈宁宫里可还有一个那人吉那呢 就在大伙等着看好戏的时候 唱春远的康熙 刚刚看完了一场精彩的教子大戏 密报里将老师发愣 齐木格发疯的场景描绘得绘声绘色 让康熙读完之后觉得与清零现场没什么区别 当然了 如果能亲眼目睹 那就更好了 九二哥明显低估了三胞泰的能耐 三个小家伙竟然能将老师和齐木格满了整整十天 不是三胞泰决定聪明 也不是老师和齐木格愚笨至极 而是因为各种的因素揉在了一起 便导致了这么个弄傻老师 气风齐木格娱乐康熙的结果 第一个因素就是洪轩他们走得很早 天刚放亮就李府去了码头 因此当三个小家伙送完了洪轩和红利 齐齐跑进了克里迪斯客居的院子时 克里迪斯的随从还没有敲门叫克里迪斯起床 因为克里迪斯交代过 今天不许人去打扰他 加之这个懒叫时间也不长 因此西班牙仆人也没有引起警觉 只是站在房门外等着小主子的召唤 于是三个小家伙便做出了一副 非常非常关心朋友的模样 装模作样的敲了敲门 见无人回应 便从窗户翻进了房间 西班牙仆人也没觉得奇怪 房门是昨夜 克里迪斯将他们赶出屋子后 当众从里面锁上的 没人管窗户 因此窗户能打开也是很正常的 加之 他们也希望三胞胎 能够好好地安慰一下克里迪斯 便没人拦着了 于是三胞胎很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步 然后洪参打开了房门 叫他们将洗脸水漱口水端进去 然后准备早饭 接着洪峰又出来了 说克里迪斯眼睛哭肿了 不好意思叫人 叫他们把东西放在门口就行了 剩下的就交给他们三兄弟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齐木格探望的太及时了 西班牙仆人刚将早餐送了进去 齐木格就跑去送关怀了 在听取了三胞胎的实时回报之后 齐木格很负责任地将西班牙仆人叫到了一旁 仔细地叮嘱叮嘱 这时便涉及到最最重要的第三个因素了 语言因素 齐木格不懂西班牙语啊 西班牙仆人又听不懂汉语 而三胞胎和克里迪斯待久了 日常对话完全没有问题 于是洪神便自高奋勇地 客串起了临时的翻译一句 齐木格叫洋人仔细地照看着 虽然克里迪斯还在闹脾气 不见人 但等他睡着之后 还是悄悄地进去瞧了瞧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也能及时发现呢 洪神则告诉随从 齐木格交代了 既然克里迪斯想安静 那就别去打扰他了 等他想明白后就好了 千万别悄悄地进屋 若克里迪斯发脾气是小事 吓着他就不好了 万一将克里迪斯吓傻了 那可就麻烦大了 随从对克里迪斯的状况 表示极大的担忧 毕竟没有听见克里迪斯 在屋里说过一句话 全是洪峰在那卖力地劝说 克里迪斯一点回应都没有 也不知道早饭到底吃了没有 而洪神翻译的则是 克里迪斯在家里 也经常这样躲着伤心 有一次还在屋里躲了一个月呢 叫齐木格不用担心 齐木格一听 原来小姑娘经常闹着一出啊 人家已经是司空见怪了 便笑着再嘱咐了几句 说了一些什么 还是小心一些好的废话 便走了 齐木格万万没有料到 洋人听到的确实 有三胞胎在呢 克里迪斯准没事 别起人忧天了 于是在洪神这几个翻译的糊弄之下 齐木格撒手不管了 随从也接受了三胞胎 窜拳的事实 第四个因素就是 洪利那个小子竟然将沙拉全吃了 三胞胎只喜欢吃肉 对素菜从来都是深恶痛绝 迪克里斯的贴身仆人多少知道这一点 因此每次送进去的饭菜 只是吃光了羊排 却剩下了沙拉 那么他多少会怀疑一下 可每次三胞胎拿出的盘子 都是沙拉全都消灭了 羊排还会剩那么一点 完完全全都是克里迪斯的作风 想怀疑也找不到疑点 后来才知道 这全仗着三胞胎的分工合作了 洪神负责在外面拦克 洪峰在屋子里自顾自的开导空气 洪利则负责吃沙拉 原因是他不合适上面的两项工作 当然了 洪神和洪峰还是很体贴的 羊排就帮着一起吃了 免得占坏了洪利 齐木格和安安随后也去探望了数次 皆被洪神给挡架了 监于克里迪斯有那么个坏习惯 齐木格母女俩也没有坚持 每次都在窗户外面安慰了几句便算了 而洪峰呢 还在里边不耐烦的说道 额娘 姐姐 你们别说了 克里迪斯本来都好了 你们这么一说 眼泪又出来了 齐木格和安安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闭嘴闪人了 而随从呢 没有见着克里迪斯的人 也没有听到克里迪斯的声音 心里自然是焦急万分 但也只是担心小主人的情绪 完全没有想过人早在千里之外了 再加之了洪神这么个翻译 便是没有强行的进屋 于是由于中方和西方的成年人的疏忽 再加上三胞胎的卖力演出 就这么混了十天 然后还是齐木格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 一眨眼就关闭了十天 更糟糕的是还没有出关的迹象 这万一抑郁了 算谁的责任呢 于是就叫老实给西班牙总督送个信 告诉他 克里迪斯在安居岛发脾气了 他们是不是来个能哄住克里迪斯的人呢 老实要写信 那自然就得找个正八经的同意了 三胞胎汉字都写不利索呢 写阳文呢 自然就指望不上了 通意到了之后 齐木格为了让西班牙总督相信自己没有诋毁他的女儿 又派人将一洋人随从叫了过来 让他给西班牙总督口述封信 然后一刻钟后 本来一脸担忧的齐木格便怒气冲冲的冲进了克里迪斯的客居小院 老实也紧随其后 从屋里出来的红参见来者不善 赶紧又退缩了回去 于是老实和齐木格进屋的时候 便瞧见三胞胎正集体的往床底下钻呢 齐木格还抱着一丝蜥蜴 强斩着怒火叫人将三胞胎从床底下拖出来 然后呢 又叫人满屋子翻箱倒棍的找了个遍 连床都给给挪了地方了 也没有瞧见克里迪斯的影子 西班牙随从当即就晃了神了 老实憋着火 铁青着脸开始拷问了 刚问了一句 三胞胎就全交代了 洪峰还从衣服兜里拿出了克里迪斯的书信 老实看着三个孩子 一时半会儿有些接受不了 这还不满四岁呢 怎么胆子就这么大呀 于是老实便忘了抬脚踢人了 而一旁的齐木格听了事情的前后因果之后 争了争 旋即猛地跑出了房 动作大的将大伙吓了一跳 全部人马赶紧地跟了出去 去见齐木格非常不顾形象地费力地扯着树枝 很丢脸的是 扯下了好几下才扯下了一根细的枝条 在老实父子几个还没有想明白 齐木格这是要干嘛的时候 齐木格拿着枝条就朝三胞胎冲了过来 三胞胎这才回过头来 赶紧抱头鼠穿 老实瞧了瞧 院子里中方和外方的一干人员 脸也红了 齐木格怎么和村猪一样撒破呀 大孩子有戒齿啊 齐木格追了两步没有追上 也不追了 将枝条抽到花花响吼道 你们 你们谁敢再跑 都给我站过来 三胞胎从来没有见过齐木格这副怒胎 也不敢跑了 老实地在齐木格面前站成了一排 挺着肚子搭了着脑袋 安安得了信也赶到了 乔治阵时也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半黑脸的人换了呢 齐木格手握枝条不放松 指着三个小家伙说道 谁给你们的胆子啊 小小的年纪就开始骗人 简直无法无天了 将人装在仙子里 憋死了怎么办呢 红峰小声地说道 怎么会憋死呢 齐木格没工夫给他们普及氧气的相关知识 怒道 将你装进去 看你憋不憋得死 红身盲说道 他如果在箱子里不舒服 自己就出来就是了 又没上锁 我们亲眼看着 放进红峰大哥的船舱的 上面再没有放别的东西 而且是竹子编织的箱子 就算是上面压了东西 他轻轻喊一声 红峰大哥就能听到了 红历忙不爹地点头 我是了 木箱子里喊人太费劲了 专门换那个竹箱子 齐木格气呼呼地说道 你们还有理了是不是 瞧了瞧手上的枝条 有些拿捏不住劲道 干脆扔了 直接逮过了红身 按住了直接用手打屁股 那打起来便是使足了力气 红身不由的娃娃大哭了起来 红峰和红历一瞧 想跑也不敢跑 直接扯着嗓子嚎了起来 那哭得正是 简直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呀 可惜的是 只有安安试图地上前去解救他们 还被老师给拦住了 下人是指望不上了 外界舆论也没用 宅子太大了 墙院呢 又修得和城墙一般的结实 因此府外的人都不知道老师家 发生了家暴了 所以三胞胎便结结实实地 挨了一顿打 为什么说结结实实呢 因为密探说了 齐木格打完了人后 已经虚脱了 而老师在齐木格大发辞威之后 只对哭哭啼啼的三胞胎 说了一个字 该 康熙对老师的态度 很是不满 正打红悬板子 你就千里及时回京 给红悬撑腰 怎么孩子们被蒙古福晋当众打屁股 就说该呢 康熙本来也觉得三胞胎 是该好好地教育一下 免得日后闯下大祸 可是一发现老师没有一碗水端平 这个想法就变了 大人失误 怎么能灌在孩子的头上呢 杨人失诸 你主子十天一声没吭声 你们都不起一样 怪谁呀这是